7月21日,主持人王芳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给河南捐款的视频,并透露14岁的女儿都捐出了5万元稿费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 王芳直接晒出了自己的转账记录,她表示自己给河南慈善总会捐款了30万。 女儿虽然还在上初中,但她在早上听到妈妈说要给河南捐款时,她也立马说要把自己的稿费全部捐出来,总额5万元相当正能量。 真心的不容易,我们做的这一点点可能帮不了太多,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作为老师,那我要引领我的学生们一心向善,当祖国有灾难的时候,当我们的邻居们发生困难的时候,一方有难得八方支援,这是我们中国老祖人肉留下来的传统,谢谢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的支持,谢谢。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大赞王芳母女俩都很优秀,有大爱,感谢他们对河南的援助。 近年来王芳还开始自己写书,出版了《我是爱情科》代表,一个孕妇三个帮和给孩子的50堂情商课等作品。 在她的影响下,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学习写作,虽然才14岁,但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作文书,从怕作文到爱作文,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,令人佩服。 某女两人的关系也很融价,王芳经常会在网上分享和女儿的温馨日常,并分享了许多学习方法,小姑娘长得婷婷欲立,身高已经几乎超过了妈妈,大眼睛肩下巴长相甜美,完美继承了妈妈的好基因,相信等她长大后,一定会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才,也希望河南灾情此次能平安度过。 ,